蓝青笑着说,阿爹,您知道您现在像什么吗? 魏无羡还未说话,蓝瑞说道,像普通人的皇帝,你们知道皇帝是什么样的吗? 魏无羡问,蓝青,知道啊,锦衣哥哥他们说,皇帝都不如您,这话还真有道理,这生活不比皇帝任性,不比皇帝自在,至少皇帝还要处理国事, 但是,他却什么也不用,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用遵守家规,想怎么玩怎么玩,人人都偏爱他,时不时的还拿小辈们开心,孩子们都在长大,只有他永远都是三岁的线线,魏无羡在心里又给锦衣记上了一笔, 好啊,锦衣,又在背后编排我,看我这次不好好的整整你,魏无羡才不承认呢,反驳道,你们别听锦衣瞎说,皇帝有后宫家立三千,我可比不上,蓝青问,阿爹,后宫家立是什么意思? 后宫家立啊,魏无羡在琢磨到底要怎么说呢?后宫家立就是伺候皇帝的丫鬟,下人,媳妇等,多得有三千人那么多, 啊,那么多啊,那阿爹您可真比不上蓝青感叹道,而蓝瑞却问,阿爹,普通人的皇帝是不是就像我们修真界的仙都? 是,差不多吧魏无羡回答,那皇帝真不如阿爹您蓝瑞小声说,魏无羡,什么意思? 父亲是仙都,也得听您的,父亲还要处理仙门事务,您却不用,是不是皇帝不如您? 蓝瑞偷偷是道地说着,听着,是这么个礼,魏无羡怎么就觉得听着这么别扭呢? 臭小子,连你也敢打去我了,你们都翅膀硬了,是不是? 蓝青故意扯皮,我们没有翅膀怎么会硬呢? 不过,我知道父亲的背是真硬,上次他在院子里跑着玩,不小心撞到了蓝望鸡背上,把鼻子都撞红了,所以他怨蓝,望鸡背太硬 魏无羡,哈哈大笑,看到端着甜汤进屋的蓝望鸡,故意不怀好意地说,你父亲的背可不是最硬的 他最硬的是,说着还不忘往蓝望鸡下身瞟了一眼 蓝望鸡赶紧唤了一声,魏英,他真怕魏无羡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 魏无羡却笑得前仰后合,哈哈,蓝湛,我想说你骨气最硬,你以为我要说什么? 蓝瑞却信了魏无羡的话,嗯,不是谁都可以承受三百戒鞭 他学了仙门史,知道他父亲曾承受了三百戒鞭,心里对自己的父亲更是由衷的佩服 魏无羡,忽然变得严肃起来问,蓝儿卿,为什么你们最近去人世少了? 两个孩子都只顾圣田汤喝,无人回答 魏无羡,接过蓝望鸡递过来的甜汤,你们是不是因为你爷爷曾打了你们父亲? 蓝瑞也不否认,红着眼眶道,是 蓝青放下手中的甜汤扑到蓝望鸡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父亲,是不是很疼? 原来两个孩子自从知道蓝启仁打了自己的父亲后 还跟其他县门一起逼死自己的阿爹 就尽量不去人世 虽然两个孩子表面看起来没什么 但他们已经偷偷哭过了 心疼自己的父亲和阿爹,两个孩子也心有灵犀 虽然谁也没说什么,但都不约而同的 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欢往人誓跑 蓝启仁不知是为什么 所以问了魏无羡 清儿,乖,不哭了 父亲不疼 蓝望鸡抱着自己的女儿心里感动 蓝瑞的眼泪也没忍不住 怎么会不疼呢? 我问过聂叔叔 您当时差点没挺过来 父亲,阿爹 蓝瑞扑到魏无羡怀里也哭了起来 两个孩子早就想好好抱抱自己的父亲和阿爹 他们的父亲和阿爹受了太多太多的苦 蓝望鸡和魏无羡谁也没有劝两个孩子 他们知道他俩需要释放一下 这件压在他们心里 终有一天要爆发的 魏无羡闭上眼 一滴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蓝望鸡握住魏无羡的手 一家四口紧紧连在一起 心更是连在一起 两个孩子哭泪了 魏无羡轻轻地说 瑞儿 青儿 以前是过去了就让他过去吧 你们也不要再怪你们的爷爷了 虽然他有错 但他也是爱之深 责之妾 何况他对你们也是真心疼爱 你们这样 爷爷知道了会伤心的 你们今天哭过了 谁也不要再想以前的事 我都能原谅那些先门百家 你们为什么不能原谅你们爷爷呢 放下以前的不愉快 我们一家人才能高高兴兴地在一起 你们说是吗 魏无羡不想让两个记着这些不愉快的事 总是记着这些不愉快 又怎么会快乐呢 不念过往 不具未来 不复当下 蓝望鸡对蓝氏曾经也是有过抱怨的 他不是抱怨自己被打 他抱怨他们逼死了魏无羡 但自从跟魏无羡在一起后 他已经放下了 就像魏无羡说的 以前的不幸都是用来换我们以后幸福的在一起 蓝瑞知道了父亲 阿爹 蓝青 父亲 阿爹 我们一家人一定会永远快快乐乐在一起的 嗯 魏无羡笑着说 一定会的 夜已深 但仍有人未眠 魏无羡的抱怨声显得格外突兀 蓝湛 你有完没完 你不是抱怨没有后宫家力三千 我只好辛苦些 蓝忘鸡说着也不影响努力运动 阿蓝二哥哥 我哪有抱怨 我只是说我比不上普通人的皇上 比不上不是抱怨 蓝湛 你怎么能这样 啊 你能不能轻点 不能 惩罚你口无遮拦 哈哈 我说错了吗 难道 这不是你最硬的地方 是不是你不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我天天用 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闭嘴 我长着嘴 就是要说话的 嗯 他真被禁言了 不过 不是用禁言术 一日一早 锦衣便早早地等在望线军门外 看到蓝忘鸡出来 赶紧迎了上去 韩光军 我 蓝忘鸡 自是知道他要说什么 打断他 此事 魏英做主 一句话表明了 找我没用 然后又叮嘱他 误扰他休息 蓝锦衣 啊 魏前辈 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起来 蓝锦衣无奈 再不情愿也得等着 他是真不敢去打扰魏无限 蓝锦衣在望线居在急得团团转 屋里的人却睡得香甜 蓝忘鸡已经处理公务回来了 锦衣还在等着 蓝忘鸡没有机会他 直接回了静视 魏英 起床 我不起 恩我累 锦衣在等你呢 让他等 谁叫他害得你伤心 好 蓝忘鸡亲了亲位无限的脸 去小厨房了 锦衣在外边不停地往里边张望 只看到忙碌的蓝忘鸡和紧闭的静视门 马上要晌午了 蓝锐和蓝青也已经下了学堂 看见锦衣问 锦衣哥哥 你在这干什么 青儿 过来 你帮我把魏前辈叫醒 我答应你一件事 蓝锦衣不敢去打扰魏无限 对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